我覺得哥本哈根已經快要超越日本了 就是讓我喜歡的程度 我們要去開船了 他不用執照 然後所以我們兩個也都沒開過船 終於來到Check in的時間了 非常的期待喔 期待已久 我們來到Pulse of the Finchel 這邊終於遇到他開的店了 然後因為上一次來他們還在布景 就是他們有換成列 現在這個樣子真超漂亮 然後兩張球章儀 這台幣60萬的球章儀 超漂亮的 然後他皮革是可以選顏色的 然後還有那個彩色的那個木箱 彩色的那個木箱我自己超級喜歡 那一組好像要十幾萬吧台幣 假設拍照真睡覺 真的很喜歡這裡 直接躺在這兒了 我們在旁邊拍照拍拍拍拍 然後實在太餓了 又進來Hards囉 攻佔了整個丹麥 所以到處都有它的分店 但這裡賣的顯示比較多 鮮鮭魚 然後這是泡菜起司三明治 Ariel很喜歡這隻 比較是什麼呢? Cheesecake 我只要不管它好不好吃 我只要吃到Cheesecake我就會贏 一定會點 這個看起來很好吃 我要先吃Kimchi 要拍大片 大片 那一顆 你發這個Kimchi啊 全部都是紅蘿蔔 為什麼? 怎麼可以 他們是誤會Kimchi 對 它不是要泡菜的 裡面紅蘿蔔只是點綴嗎? 我們在這邊 The Heart吃東西出來 發現哇 整個放水 然後這裡真的很漂亮 大家去那邊逛Flows啊 然後繼續逛Louis Poes 然後Full Living 然後可以整個一整圈逛完裡面也很漂亮這樣 然後就可以來這邊吃個東西 回看一下 那你就準備好了 三二一 走 很好 可以可以 好繼續繼續 我來到Numa 世界上第一名的餐廳 它今年底要收了據說 想吃的朋友 現在算訂不到 我也訂不到 但是 可以去試著訂看看 京都的Papa Store 也是在11月的時候 來帶大家看一下Numa長什麼樣子 它是Security 人很好 要跟我們聊天 長這樣 好漂亮喔 我們收工了 然後我們三個先回來 我們準備怎樣 叫外送 要拍那我這樣 你要漂亮 已經很漂亮了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想說要叫個App 叫食物 你看這個App設計得多漂亮 50到60分鐘會來 做得好漂亮欸 然後這個叫食物的叫食物 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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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欸 這個難 欸 我們去了吧 請問那個是一個Pizza嗎 好扯 這蠻好吃的欸 這蠻好吃的欸 嗯 這一間的評價還蠻高的 嗯 而且我居然在北洋吃到什麼 你知道嗎 毒蔥 這有蔥欸 真的欸 沒錯 中學節快樂 好吃好吃 沒想到這些水準還是蠻高的 但它的難 就是比較 Pizza 對是Pizza 大家早安 我們今天要去CALL了 大家在修行李當中 惡夢 然後有人要回台灣了 惡夢 昨天說修行李嗎 對 你心裡這麼空啊 你一個惡夢啊 好 好 最後一套 我們現在來到了Aldo 帶大家看一下這附近的環境 因為這個地方呢其實 有一點遠 離Copenhagen市區有一點遠 所以其實沒事是不會來的 所以我們終於可能 有機會可以吃到另外一間 Atelier September 但這邊有點像是一個小型社區感 這是另外一間 September 我在這邊講廢話 我也應該都會剪掉 但是Vicky老師跟你說 我覺得你要尊重一下Vicky老師 Vicky老師在做主持也是很不錯的 然後沒話講了 好謝謝 這是什麼攝影社團呢 我們來到Pharma旁邊的早午餐 剛剛有小排一下隊伍 然後我們就桌進來 點了咖啡 點了餐 這裡很讚 然後剛剛看了一下這裡的樹也很讚 然後Pharma就在隔壁也可以去逛街 而且這裡都是Pharma的椅子 我覺得很讚 然後還有杯子 就是Pharma的杯子 這邊有小桌子 然後這邊走過來 是我們那天來的地方 我們來這裡拍照 然後我有買了一張凳子 買了一張咖啡色的這個 然後我把它寄放在這邊 然後剛剛我們其實先手忙腳亂的check out 又check in了 然後我們去住了凹豆飯店 然後我們等一下正式check in的時候 再拍給大家 我們要點了這個早餐盤 就是單賣早餐盤 這是他們標配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我們走來另外一間手充電 叫La Cobra 它有一些玄品 然後它是有點像日式的手充電 終於來到check in的時間 我們終於可以來看一下這個房間 非常的期待 我期待已久 先來看一下這個房間怎麼樣 在養羊羊撒落的時候 這邊是西篩 明明是俄羅 但是養放很舒服 然後都是他們家的區域 哇 Amazing 床邊有一些書可以看 來到這邊 這是一個小客廳 然後這裡還有一個沙發 所以我騎著這樣一個人工作 這邊有咖啡機 重點是它這裡也有一個膠囊的洞 然後它除了可以做膠囊也可以 看起來是還可以做別的 感覺很不錯 果然都是他們的那個 menu的那個杯子 喔 這邊這個搖椅 也是他們的那個經典的布面 它的那個圈圈布 還有他們的燈 哇 這個浴室很棒欸 還用Tekla的地墊 墨浴爐 它的盥洗用品 全部都是FARMA的 喔 有浴盤欸 好觸憂 沒錯 如大家想像 我們又叫了 外送 主要是因為在這個空間就不想出去 想說不要浪費這個房租 然後這個漢堡呢 就是前幾天Core 不是去那個火鍋店的對面 然後買到一個很神很神的漢堡 沒想到它居然有外送 我還是很驚訝它為什麼可以這麼大 這漢堡很很大欸 那我這個不是你們那天點最神的 你們點的是 最神的 神的是牛肉吧 但你這是炸雞對不對 不贊助 但是它的麵包還是酥的嗎 嗯 因為那天現吃的時候 麵包是酥的 應該沒有現吃的時候 但是是酥的 嗯 沒有喔 那你直接不一樣 它其實厲害的是 它的醬是那個 BBQ的醬 它這個醬真的很好吃 因為 所以它是醬好吃 你看麵包是酥的 還是酥的 但是沒有那天的酥 中秋節快樂BBQ 怎麼那麼像在罵人 你怎麼那麼好吃 我按我要吃幾塊 我要吃吃看它的 幾塊 我是不能看好那幾塊喔 看起來有點像那種 不是啦 你說就像家裡炸的 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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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大起舞欸 欸螢幕裡看不太出來 總之這個是原本 有一個陰架吊車 然後都變得猛烤不清 然後那對面有一個 建築物都看不到 起屋起到不行 這邊 是 電梯 然後電梯口 這裡還有一張 這個毛毛儀 重點是它的觸感 超級好 因為我只有看過它的照片 然後我沒有看過它本人 感覺不是羊毛 我猜它的觸感 有點像脫毛 因為太舒服了 好 來坐一下阿 真的很軟 真的很軟 這邊是我們的進來大廳 然後很多人都在那邊辦公 因為它也是咖啡跟餐廳 沒錯 這是我家的燈 很可愛 每一桌都有 然後 走到這邊 都是他們的椅子跟桌子 插機 然後這邊是廁所 這個按壓的水龍頭 這個 這是我們家的水龍頭欸 這個 跟我家的一模一樣 然後走走走走走走 走到這邊 這邊 這邊有一些它的展物 然後上面應該是他們辦公室 然後這邊也是可以吃東西 也可以到這邊 如果沒有要住宿的人 也是可以來這邊吃東西和咖啡 商店在這邊可以去裡面 逛一些駕駛品啊 買一些 我們昨天就是在這邊拍攝的 二位最喜歡哪一個味道呢 這個很像紅星巴勒的味道 嗯 有一點草甜草甜的 這個也不錯了 這個是軟萌軟萌的味道 帶甜 然後他們這種椅子 都是可以選布面的 很讚 我原本家裡也想選這個椅子 但是我發現太小了 所以我就選了New Works的 然後我很喜歡這個餐飲 它做這樣也S型之外 它這裡是毛 毛料的圈圈布 所以它非常的軟 跟濃 然後它的這個一體成型的 那個線條超漂亮 然後它居然是餐飲 Auto燈還有一個 蠻有名的 是這個 但我比較喜歡 有點像那個叉季風的那個感覺 所以我才會買那個 它有分四個尺寸 然後我也是來這裡才知道 因為它還有這種吊燈式的 然後還有地燈 就各種形式 大家可以去Rensher看看 台灣的話Rensher有代理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來丹麥的交通方式 這一次是因為拍攝的關係 前面都是搭車 上一次來我主要都是搭捷運 跟公車 然後他們最方便最方便的就是 他們都是用APP買票購票 火車票叫做DSB 然後你知道下載好這兩個APP 中間這兩個APP 就可以在那邊暢行我主 那如果要教授的人 他們的教授系統叫這個 Vigo 然後就這三個 然後其他就是可以走路 然後因為本人不會騎腳的時候 所以就是 你也不會騎腳的時候 先不...不...對啊 我覺得DOT這個很酷 你點進去它的介面 它可以選你要買公車票 或地鐵票 點進去之後你可以選你要去哪裡 它也會跟你說 哦是哪一站是什麼票之類的 我們來吃早餐 然後來到這間店 哇裡面超多人 然後大家都在排隊 然後我們就是 剛剛站來一下 他就說 那他生出一... 一堆位子給我們 這是他剛剛臨時生出來的位子 我好像可以吃很多欸 他那這樣好像沒有 你每次都這樣講 我最後都會留一個 我也想說這一段是要自己這麼簡單 沒有我這段就是不用 讓我留個漂亮的解讀 我問你怎麼樣 我們來到April 這是市區的墳店 而且真身就是帶April的袋子 而且我剛剛甚至忘記 妳看起來超像狂粉的 對啊 我真的狂粉 妳是狂粉 但是我剛剛 我剛剛完全忘記 是他送來的時候 然後他就覺得 他是裂粉 就是狂粉 然後各位觀眾 沒錯 後面那一位就是老闆本人 又來到Hey了 跟上次兩三個月前來的成立完全不一樣 好厲害喔 感覺好多喔 可愛的鏡子 還有水壺 這水壺也太可愛了吧 各種顏色欸 還有一張很漂亮的沙發 現在換了 換辦公桌 我來逛Hey 遇到一個台灣人 他叫住我 嗨 請問妳叫什麼名字 Sharon Sharon Sharon妳好 沒有妳在這個陽光底下很漂亮 來到三樓 出太陽了 這個陽光 然後這裡真是漂亮 他們這一層樓是比較多選品的 是選 我們昨天因為奧都只能注意完 他們沒有空房 超誇張 然後我們就有搬到附近的一個旅館 叫Cumwell 會是來這邊臨時訂 昨天今天明天這三天的住宿 整個哥本哈根的住宿都是兩三倍起跳 非常浮誇 今天要Check out又要換我去別地方住了 這個Cumwell很不錯 然後我們在海邊 然後這邊有辦公區 這邊我比較不推的點是因為這裡離市區太遠 比較商旅一點 我說房間裡面 但我沒拍到 Sorry 因為我發現沒什麼好拍的所以我忘記要拍 我們本來要去附近的一個咖啡廳吃早餐 然後就突然想到 咦 上次我們來這個Slurp就在附近 然後就決定要來吃拉米 居然沒有人排隊喔 現在的時間是1點43 然後據說我朋友上禮拜晚30段來 排一個太長他就放棄了 然後上次我們來是排了半個小時 真的是太好吃了 把Ariel沒吃完的也抓來 用斷刀跟上次一樣 真的是很好吃欸 我剛剛喝了蠻多湯的 完蛋了死定了 我們終於來到我們原本的目的地 這個 麵包咖啡廳 然後他所有的椅子裡面的家具都是Frama的 然後這裡有很多種麵包 他剛剛現做 然後做完就把它放上去 然後外面有戶外座位可以曬太陽 它是下面是可頌的 然後下面是peach 所以這個重點應該就是很 很酥欸 而且我以為蠻香會太甜 結果沒有啊 而且我剛剛吃了這麼多好不好吃 他在這裡吃了 因為我吃可頌啊 它的醬好多喔 它這個是開心果醬 每次都還是覺得根本哈根很酷 他們的腳踏車是跟車子一樣多 就像台灣的摩托車一樣 這個車潮喔 真的是不可思議 每次都看到覺得很特別 來三個步 看看這湖好漂亮喔 即將入秋的丹麥真的是很漂亮喔 還沒有到很冷涼涼的 今天現在不冷 現在二十度 在那邊散步覺得好幸福喔 剛剛居然完全忘記錄影了 我剛剛送羅來機場 先讓他帶走我一顆行李回台北了 然後我現在要一個人回市區 機場喔 超棒 因為他們的機場 就在市區的裡面 就像松山機場這種狀態 就算你是搭計程車的 只要十五二十分鐘就到機場 就是在另外一個島上可是非常的近 他們機場旁邊就有捷運 然後它這個就是可以直接到市區的 也不是什麼機場快線不是 它就是捷運的其中一條線 然後底站是機場這樣 非常的方便 我今天搬來一個Airbnb 好自己搬這樣 這個行李再加這個 然後還有我買了一張椅子 然後還有身上杯的東西 好累喔 然後現在要搬上這幾階樓梯 我也覺得好累 這個電梯好讚喔 進來這個房間 還不錯雖然很小 但是硬有緊有 這邊有小廚房 也是長得超像我家的廚房 冰箱 微波爐 吸塵器 還有燙衣服的呢 東西都還蠻齊全的 有半身鏡 它沒有到全身就半身鏡 然後床 但這裡很小 然後電視桌子 還有一個層架 有一個陽台 有一個陽台 陽台 不過現在對面是工地 浴室就是北歐浴室 非常的無聊 剛剛處理了一下工作 我現在要出門了 終於 我剛剛發現啊 就是 我住的這個站 它的捷運 居然是 2024年才開站的耶 太漂亮了 所以我就跑上來偷拍一次 但是這裡非常的偏僻 所以才會是新開的站吧 那這裡很漂亮 而且你看他們的地鐵 真的是非常的 簡約乾淨 甚至再沒什麼人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也可以在這邊 機台買票 可是我是用APP買的 哇 你住在丹麥還是 No 旅行 啊 旅行 Yes 你住在丹麥多久 兩個禮拜 2週 Yes 很高興認識你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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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氣非常好 非常好 對 不會現在 對 都是很好 對 很棒 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剛剛是 因為我放著腳架在自拍 然後就有兩個女生跑來跟我搭訓 她可能看我是東方人吧 然後就 就問我從哪裡來 我說我是台灣男 她就說他們兩個在練習中文 重點是他們中文超好 姐姐 她說她之前住在汐止 住了100天 她說這三個月都在下雨 所以她覺得很驚奇 為什麼這個地方都會一直下雨 走來這附近 這邊有很多的餐廳跟咖啡廳 我要來這裡喝咖啡 喝樂 喝咖啡很好喝耶 剛剛有個路人經過我 然後她跟我說 她只是想跟我說她很喜歡我的風格 我眼睛腫成這樣 我看她還在水腫 非常感謝她 剛剛就是沒想到那邊只有蛋糕可以點 然後我肚子還是很餓 就跑來這裡 這個咖啡廳 複合式的店 然後剛剛點了咖啡 桌外面 然後她樓下是那個 哇她正在裁縫呢 就是剛剛那個地方 很可愛耶 這個店 可以來買一些 就襯衫啊 還不戴啊什麼的 然後可以喝個咖啡 然後我的早餐來了 我剛剛說我不要起司 但我要奶油 然後加一顆蛋 今天天氣超棒的 不會太冷 然後也不會太熱 真的跟那個人說的一樣 我昨天就跟我朋友們說 死定了 我覺得哥本哈根已經快要超越日本了 就會讓我喜歡的程度 沒想到我這麼喜歡哥本哈根 我覺得是這裡的生活品質太好了 雖然說對我們來說是有點偏冷沒錯 可是我覺得很舒服 然後很乾燥 它不像巴黎一樣就是很髒 這邊非常的乾淨 很像日本 生活品質非常好 像歐洲 除了巴黎跟義大利 其實很多食物都非常的難吃 就我去過很多地方 食物都不好吃 像瑞士啊或什麼 可是丹麥算是我在北歐吃過 比較好吃的食物的地方耶 因為挪威食物也不好吃 唯一要找的缺點是 他們的房子就是 整個家都很漂亮 然後客廳 餐廳 房間都很漂亮 但是浴室就做得比較草率一點 昨天我在網路上預約了這個 冬船 我們要去開船了 他不用執照 然後所以我們兩個也都沒開過船 所以我們兩個即將 會不會落水我是不確定 我是不相信 好緊張 我好緊張 突然 哇 哈囉船長 好熱 有在閒進耶 好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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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開慢一點沒關係 好 我一起腳踏車不會開車 但是很會開船喔 你看 你看 我現在右手在開船 然後左手呢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是那個 哥本哈根勢力圖書館 我船又彎了 你看喔 又可以開船 又可以忘了 怎麼這麼高興啊 我們現在有個結論 如果我們要開這種船 應該要四個人比較好 因為我們兩個有點手忙腳 一個要開一個要看方向 對 然後還要注意那個什麼船啊 旁邊的船啊 沒錯 就因為怕會撞到別人 或撞到牆壁什麼之類的 還要拍照錄影 這太難了 然後要看夕陽的話 可能定個四五點左右的時間 因為我們定三點半好像太早 我看不到夕陽 但沒關係 現在夕陽我們就用走的卡 沒錯 但是我覺得這體驗很棒 很好玩 大家一定要來開船 這 restoration 直接拼 verse 畫面 你 那皮 我很 但是 往天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